为什么我让你放了徐直 一年前他就告诉我了 张威和北京有通信 我和他说不要声张 先私下观察 他是我安排在 侍卫亲军寺内线 我必须保他 你为何不早说 你给我机会了吗 自从你碰书走后 我把你关进国公府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我是不忍心 你这个小小的年纪 就领悟着人心险恶 是想当你长大一点 咱把原因告诉你 谁能想到 这结一结下 这么难解开 太难了 你知道就好 我和你说了这么多 并不奢望你理解和原谅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举之啊 并非是成王的人而已 理解 我是理解不了 明明一两句话 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可你却偏偷了这么多年 你可还记得 那一百个将士的名字 每一个都记得 清清楚楚 好 干什么 为他们讨回公道 没那么容易 江离能为薛怀远昭雪 我为什么不能还我父亲一个公道 难道 难道 我萧衡连一个女子都比不过 这孙子 有眼光啊 那丫头可不错 配得上你 跟我回家 陈王马上就要进京城了 这段时间 你跟我住在国公府里 别误会 我只是不想替你收尸 这是生育大招的草药 如今在大烟无人使用 我也是托大夫 几经波折才找到的 大夫说服下此药 会使人在一月之内 有假孕的现象 殿下若是不信 可以找人试试 不可能 我的事实都有人试过他 绝对不可能 丽妃娘娘生辰那日呢 来 我们喝酒吧 长公主稳您 平日少来宫礼 这杯女儿红 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此药只从活于大招 殿下应该还记得 大招的公主司徒九月 她不仅善行医术 还与萧衡和薛芳妃交好 好一个丽妃娘娘 好一个司徒九月 竟然敢 帮着薛芳妃算计活 主军 沈于荣去了一趟礼宅后 那边被没了动静 随后掌公主府那边 往北江寄信 千二娘子的计划 那边应该已经识破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要做好 硬碰硬的准备了 是 属下这就准备 会受伤吗 你不如问我 会不会死 你放心 这一次 有我做你的棋子 你往高处坐 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局 怎么都好 别死 最近有暴风雨 你没事千万不要出江甲 也有事找赵哥 你爹爹和你弟弟这边 有我在 那你 只要你没事 我就没事 你没事